这些新闻先带您看到前往苗栗县大湖乡江麻园 主要是走苗130县省道 但是其中有部分道路弯度的幅度大 而且又是长下坡 甚至水沟比路面还要高 所以下山的车辆常常会因为回转不及而撞到山壁 事故不断 那么地方是争取要加做水沟盖来增加行车的安全 从台三县省道前往大湖乡江麻园 苗130县省道是主要干道 沿途山路弯道幅度大 有部分路段属于陡坡 但是相关道路设施有待改善 江麻园发展协会考虑上下山民众安全 发现有些路段水沟深达一米以上却没有加盖 下山车辆常因回转不及而碰撞山壁 车损人伤 沿途耗制灯桿也因此被撞断不少 那没有加盖刚好旁边有一些树立一些警示标 那骑车或者像我们常常会有骑车的同仁 比较靠边边的 一不小心连杆子都撞断掉了 上次又发生两次 光刚去年就发生两次 不止水沟加盖路段时有15 有些路段甚至水沟做得比路面还高 加上这一段道路又是多物路段 暗藏危机 急需公路单位改善 像这边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落差将近15公分 很危险 那不小心的人而且很多都是外地来 不是说我们当地居民会有危险 甚至外地人来这边的话 他这样进进出出 不小心撞到了 不仅如此 当地人说苗130县大湖路段的路面 已经多年没有整顿 出现坑洞也只做填补而已 道路凹凸不平 同样暗藏交通危机 日前邀及公路总局进行改善会刊 除了道路水沟加盖之外 搞出路面的水沟段也会加装警示 至于全线道路重铺 经费还没有下文 江麻园休闲园区 今年以江安全为工作主轴 希望营造观光修区安全环境 道路改善问题 期待有关单位重视